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 宦官侧进政治的构造 提到宦官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 在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里 只要讲到古代皇室的情节 就一定会有宦官出现 事实上,历史上也有不少宦官流名 比如秦代指鹿为马的赵高 唐代服侍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高丽氏 还有明代大宦官9900岁魏忠贤等等 但同时呢,我们对于宦官的了解 可能会浮于表面 宦官是一群身体不健全 甚至心理不健全的人 他们服侍皇室家族 沾着皇帝的光 常常做些坏事扰乱超纲 但如果再仔细想 就会发现许多问题 为什么皇帝只能由宦官服侍呢 历朝历代那么多宦官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有的朝代的宦官很安分 有的朝代的宦官竟然能决定皇帝的费力 还有啊,留下名字的宦官终归是极少数 其余普通宦官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吧 以前有关宦官的研究著作 习惯把宦官看作一种抽象权力 侧重从政治角度来讨论这个群体 与皇权、外戚、外朝大臣之间的关系 得到听书曾解读过一本 明代宦官 重点讲解明代的历史 而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本书 研究的不仅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宦官群体 而且啊,还结合了历史上土耳其、波斯、罗马、朝鲜等地的宦官进行比较 试图从各个维度还原宦官的真实处境 除了宦官与政治的话题 还有他们的历史由来、日常工作、私人生活等等 本书作者是已故的日本史学家三田村泰柱 他曾师从日本京都学派开创人物内藤湖南先生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宦官 作者有个比喻 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条山脉 那么宦官就是山脉的背因处 这个比喻很巧妙 背因处意味着宦官这个群体常常是被忽视的 即使是人们看到的那部分 也有很多是模糊的 甚至是看错的 三田村泰柱 在广泛搜集历史实力的基础上 提出侧净政治这个概念 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宦官 所谓侧境 顾名思义就是站立在皇帝一侧 靠近最高统治者的意思 由于这个特殊情况 宦官虽然身为仆从 但他们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作者把宦官比喻为皇帝的影子 是君主的代理 宦官制度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领 不论是看宦官的历史脉络 日常生活还是政治参与 最终我们都是在进一步理解古代的君主政治 下面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宦官 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山脉的背因处 首先我们会看被史书遗忘的那部分 也就是宦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由此间接地了解侧净政治 其次我们会看史书隐瞒或者歪曲的部分 看宦官和古代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 宦官的影响力真的那么大吗 古代的史书是围绕皇帝展开的 有关宦官的记录都是违法乱纪的丑事 有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 而宦官是怎么出现的 宦官人员如何补充 他们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呢 这些信息会被史书选择性的遗忘 本书作者花了近一半的篇幅 介绍这些重要话题 作者提到宦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 从地中海沿岸的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 到亚欧大陆东部的朝鲜半岛 都存在过宦官 西方学者传统观点认为 世界上第一个宦官出现在亚述女王 新巴比伦王国的开创者 塞弥拉米斯统治时期 这位女王生活在公元前九世纪 也就是中国的西周后期 即将进入春秋时代 那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作者认为 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 商王武丁时期 中国就有宦官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宦官这样的群体呢 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 古代统治者一夫多妻 统治者为了避免自己的妻妾被仆从沾染 所以把他们阉割 另外 商代的胜利者会通过残害战败者的肢体 来达到示威羞辱的效果 作者认为 宦官存在的一大作用 便是向被征服的一族夸视力量的象征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古人的残暴和神圣行为 这两种东西混合而成的产物 除此以外 作者在书中提到 宦官还有两个重要的功能 一个是保密 一个是保护 我们先说保密 在古代 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 他们会打着上天或者神明的幌子 刻意保持神秘性 不让百姓了解他们的真实信息 这个时候 如果古代统治者用普通人当侍从 就很容易走漏风筝 万一有个丑事被爆出去 这对于皇帝的神圣性权威性将会是很大的打击 所以啊 古代统治者就需要养一批特殊的人来服侍自己 这些人不会跟普通人有接触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例子 汉武帝时期西域的楼兰国王把王子送到汉朝作为人质 结果汉武帝竟然把楼兰王子阉割为宦官 为什么要把阉割后的一族留在宫中呢 我们可以想想楼兰王子的情况 他出生在君王之家 却因为自身的缺陷而没有颜面回到故国 而在汉朝的国土上 由于语言习俗的隔阂 他也无法融入 只能一辈子孤独的生活下去 可以说啊 宦官是脱离了一切正常人际关系的透明人 再加上自身的生理变化 一个与人类社会绝缘的工具人便出现了 正如作者所说 宦官制度是君主为了能在神灵的名义下过日常生活而创造的制度 宦官还有一项功能 这就是保护 宦官这个群体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是 内心阴险 胆不堪一击 其实啊 宦官也可以承担其保护皇帝的工作 比如 唐玄宗时期的宦官杨思旭 他经常帮助皇帝四处平定叛乱 还有北宋的秦汉 李宪 同贯 都曾经带兵打仗 西方的情况也很类似 在土耳其的历史上 统治者居住的宫寝就是由宦官保护的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书中提到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规模在全世界是最庞大的 史料记载 明朝末年皇宫的宦官人数竟然超过十万人 当中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吃的而饿死 这些记载可能有所夸张 但即使减去虚高的那一部分 剩下的数字依然很恐怖 那问题来了 那么多的宦官是从哪来的呢 前面提到 很多宦官是战俘和奴隶 除此以外 受过宫刑的人也是宦官的一大来源 不过在隋朝 宫刑就被明令禁止了 那接下来 宫中的宦官应该如何补充呢 作者提到 不同时代宦官的来源不太一样 但有一点长期不变 不管哪个时代 宦官的人选 大多都是外族人 因为掌握权力的一方 是绝对不会阉割自己的亲族的 这会直接制约本族人的繁衍能力 对本族的生存发展不利 例如 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宦官高丽氏 是广东南部的满辽族人 满辽酋长抓了两个本地的儿童 阉割后分别取名为金刚和丽氏献给朝廷 其实唐代的宦官有点像税赋 有钱的地方你就缴税 开发程度还不是很高的岭南呢 也就是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一带 就小通过贡品来抵税 宦官就是当地的贡品之一 而且啊 在唐代 朝廷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力比较弱 再加上广州是当时南海贸易的中心地 所以买卖人口的情况非常的猖獗 就这样 岭南成了唐代最大的奴婢和宦官的供应地 除了抓捕贩卖的渠道以外 外族女性嫁入皇宫 也会给宫里补充一定数量的宦官 比如 元朝的统治者娶了高丽女子为皇后 就会有很多高丽的宦官来到中国 明代永乐皇帝娶了东北女真族的女人入宫 于是宫内便有了女真人宦官 关于清朝的宦官 作者有个发现 由于清王室是从东北起家的 他们并没有使用宦官的传统 但我们发现 清朝后期光绪年间宫内宦官人数 已经接近两千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当然 这可能是受到前朝 也就是明朝的影响 但作者猜测 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 清朝统治者把宦官当作一种替代品 满族未入宫前 有使用奴婢的习惯 但当时的中原已经没有奴隶阶层了 所以满族入宫之后 就把宦官当作奴婢的代替品 无论是抓捕 贩卖还是赔价 宦官在受害的那一刻 总要经历一番挣扎 但明清时期竟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也就是出现了大量自公的人 心甘情愿地称为宦官 作者把他们称作宦官志愿者 为什么明清出现那么多自公的宦官呢 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从唐宋的变革中找到了根源 从唐到宋 古代中国的历史开始从身份社会 向平民社会过渡 普通民众就找到了向上攀爬的阶梯 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国家考试 打破身份牢笼 靠实力当上大臣 甚至是宰相 那些不甘居于人下 但大字不识的底层百姓 在察觉到时代的风向后 就有可能去当宦官 而且宋代官方开始承认自公 相当于从官方层面 承认了这条上升途径 所以作者认为 官方承认自公是有化时代意义的 这一点在明代更加明显 到了明代 宦官更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 明人宗朱高赤甚至断言 自公以求用者为徒一身富贵 关于宦官的选拔 作者提到一个冷知识 宦官选拔的首要标准是看脸 最好是那些年轻的花美男 说话清晰办事利落 而知识水平和行政能力 却是个减分项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 宦官干政 但选宦官主要看脸 这在历史上也引发了不少麻烦 东汉末年 袁绍率军闯进宫里 朱砂宦官 那他如何判断谁是宦官呢 挨个儿检查速度太慢了 没办法 只能大致看长相下刀 结果一些普通人因为长得清秀 脸上没有胡子 便悲惨的冤死倒下了 说完宦官的选拔 还有个问题很重要 但经常被人忽视 宦官入宫后 会进入无休止的劳碌中 那宦官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生活吗 作者提到 其实宦官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在深宫大院 有一类人跟宦官的处境类似 这就是宫女 在那样压抑的环境中 宦官和宫女之间免不了同病相连 早在汉代就有一个专用名词来形容宦官和宫女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就是对时搭伙过日子的意思 到明代 由于宫中宦官数量激增 类似的情况更多见 只不过不再用对时这个名称 而是改称菜户 而且菜户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紧密 这意味着宦官和宫女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明朝中后期 菜户们常常招摇过世 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份 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 甚至啊 那些没有找到对象的人 还会被耻笑为废物 据说 北京外城有一处地方叫西院 一些身居高位的宦官 就会在这儿取妻纳妾 书中提到 曾经有个宦官 他的菜户跟别的宦官好上了 一开始他很生气 后来干脆出家了 再也不踏入城市 书中还有个故事 一位学者寄宿于京城郊外的某座佛寺 发现寺中有一处房门紧闭 于是偷偷地开门进去 发现房中摆放着 是先于宦官去世的菜户们的灵位 据说 有一位宦官在菜户忌日来祭拜时 总是痛哭流涕 宦官的个人生活 并不是历史关注的重点 接下来 我们看宦官与政治 这是人们每当谈起宦官 一定绕不开的话题 宦官在政治方面留给人的印象 总是那样的圆滑狡诈 自私自利 有人会笼统概括为一句 宦官专权 尽管历史上也不乏好的宦官 但史书早已给宦官的脸谱 涂上一层难以更改的底色 翻看史书 你会发现史书总在批评宦官甘蔗 前朝的教训 后世皇帝也一定会知道的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皇帝还会继续信任宦官呢 作者从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皇帝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来说 宦官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陪伴 这层关系早在君主年幼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 皇子断奶之后 一切的教育 包括说话 用餐 走路 举止礼仪 都是宦官手把手教的 读书学习也一样 宦官是皇子的陪读 两人一起成长 甚至宦官还要担任皇帝的兴启蒙导师 明务宗正得皇帝荒饮无道 不肯听陈下的觐见 劝偏偏对身边的太监言听计从 这正是源自 每个人的内心 对熟人那种最朴素的信赖 如果从皇帝作为君主的角度说呢 信任宦官这样的异类 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 皇帝一朝登上君主之位 便不由得疑神疑鬼 觉得所有人都在寄予自己的位置 于是就不变骨肉亲情 把自己的孩子兄弟能杀就杀 不能杀的就流放 这种无情和孤独 可谓是为人君的必备因素 所以皇帝喜欢自称孤家寡人 如此一来 能和君主走到一起的 也就只有宦官这样的异类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 受宦官影响最大的朝代有三个 汉代 唐代 和明代 关于这三个朝代的宦官专权 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 但作者带我们继续向内深挖一层 看到了更大的突击 提到汉代 尤其是东汉的宦官专权 我们之前的答案是 宦官掌权是应对外戚专权的手段 所谓外戚是指太后或皇后的男性亲属 也就是皇帝的舅舅外公岳父这些人 皇帝年幼的时候 外戚戒机掌控朝政 皇帝长大后 自然想摆脱外戚的束缚 这个时候 皇帝就会把权力借给宦官 让他们帮忙对付外戚 但权力这东西 一旦控制不好 就会后患无穷 宦官专权就是这么来的 对于这个现象 作者有更深的解释 汉代的外戚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作者认为 这是受到楚国文化的影响 建立汉朝的刘邦等人 几乎全部出身于今天 山东西南部和安徽江苏的北部 这些地区在战国时期 都属于楚国文化圈 而楚文化有个特征 这就是保留了母系氏族的参与 比如汉代初年 王子的称呼随其母 像汉武帝的太子 便随其母 魏皇后之姓 称为魏太子 汉宣帝的父亲 在还是王子的时候 也随其母姓 称为始皇孙 因为这个原因 后非和外戚权力大 频繁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 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宦官是一种与外戚敌对的力量吗 以前我们认为宦官是外戚的有效制衡手段 但作者认为外戚专权其实离不开宦官的帮忙 汉代太后的住处为常乐宫 位于长安城的东边 普通男性是无法进入这里的 太后能接触到的只有宦官 所以太后要想跟杨家人联手做点什么事情 少不了宦官的忙前忙后 而且太后如果有什么事情 想找一些人商量 也只能找宦官 就这样 宦官开始插手国政 渐渐掌权 你看 汉代的宦官和外戚 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势力 两者其实是在互相成就 书中提到 真正让东汉政治动荡的 并不是什么外戚专权宦官专权 而是整个上层社会 因为金钱和权力 而组合成若干个利益集团 每个集团里可能都有宦官的身影 这些集团 总是把集团利益 至于国家利益之上 反复地扯皮 消耗 不得暗胜 我们都读过 诸葛亮的初诗表 文中 诸葛亮苦口婆心地劝告后主流善 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 清腿也 诸葛亮口中的贤臣和小人 到底是指谁呢 外交学院施展教授 在枢纽这本书里有过解释 所谓贤臣 其实是汉代士大夫的自我褒奖 他们读过书 有文化 有修养 组成官僚队伍 掌握着国家权力 而所谓小人 主要是指两类人 一类是外戚 一类就是宦官 他们借助与皇帝的独特关系 分享了原本被官僚队伍掌握的国家权力 其实啊 这一点跟本书作者三田村太著的观点是一致的 外戚和宦官正属于侧净政治的范畴 所谓贤臣和小人 其实跟品德关系不大 诸葛亮的那句话 其实反映了东汉时期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 说完汉代的宦官专权 我们再看唐代 有人认为唐代的宦官最凶狠 能左右皇帝的费力 甚至直接杀掉皇帝 选个听话的小皇帝 自己在当事实上的皇帝 为什么唐代的宦官能控制皇帝呢 作者提到 唐朝历代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这就是傀儡性 这样的傀儡体制 其实是唐太宗开创的 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 逼迫唐高祖让位 这其实给唐朝后来的历史 开创了一个坏的先河 这就是只要手握权力 连皇帝的人选都可以随意更换 后来唐太宗选了李治 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作者认为唐高宗是天生的傀儡 对事情没有主见 唐太宗之所以选他 是希望他延续自己的政策 但唐代皇帝的傀儡传统 却很不幸的因此正式确立了 我们知道 后来武则天充分的影响了唐高宗的决策 在唐高宗统治后期成为实际上的掌权者 而且啊 武则天后来把两个儿子唐中宗 唐锐宗先后废掉 然后自己当了皇帝 这更强化了 只要权力大 可以随意废立皇帝这个观念 所以武则天之后 很多女性都大胆的向最高权力发起冲击 比如唐中宗的妻子伟皇后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 你看 那些我们习惯上以为的宫廷政变 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 这就是掌握权力就可以决定皇帝的人选 这个逻辑到唐玄宗时期又有了新的遍体 唐玄宗在打倒太平公主阵营时 有个叫高丽氏的宦官十分服从调遣 在此之后 唐玄宗和高丽氏便形影不离 唐代有个部门叫内侍省 内侍是由宦官担任的官阶四批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高 但要知道 唐代的宰相才三品 而且四品内侍还能往上爬 例如兼任军队职务 因为宦官的工作就是服从皇帝嘛 少不了帮皇帝跑腿传达政令 所以宦官就会与禁卫兵有联系 高丽氏因为追随唐玄宗政变有功 一路升官 最后竟然坐到了一品的票旗大将军 位居三品的宰相之上 请注意问题出现了 唐玄宗是千古一帝 从唐代的宫廷政变中走出来 开创了开元盛世 对他来说 宦官即使掌握兵权 好像也没什么危险的 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如唐玄宗那样出色 可以想到 当宦官掌握兵权 而且他待在皇帝身边 而古代的通信又不发达 如果遇上一位愚笨的皇帝 或者年幼的皇帝 那宦官就很容易携天子而令诸侯 这便是作者所说的 唐代帝王的傀儡性 唐代出现那么严重的宦官专权 正是因为借了掌握权力 便能费力皇帝这股东风 说完汉代和唐代 还有一个王朝的宦官问题 也很有特色 这便是明代 我们知道明代皇权高度发达 连官僚队伍都被控制得死死的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宦官专权呢 出现像汪直王阵 刘景魏忠贤那样的四大全焉 搞得名不了声的 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在书中做了深入分析 明代宦官权力大 不是因为皇帝权力不成熟 无法制衡宦官权力 恰恰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太大了 明代初年 朱元璋做了一件改变历史的事情 这就是废除了延续 1600多年的宰相制度 从那时开始 皇帝决策不需要通过宰相这一关 而是直接对接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各个事务部门遇到事情 也是直接请示皇帝 除了废旨宰相政治 明太祖把军政 民政监察三权分离 每个体系都能从地方直达皇帝 作者认为 明朝是古代专制结构的完全体 那古代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作者的答案是纵视结构 也就是断绝了一切横向的联系 任何事物都能从底层通畅的直达天听 听起来皇帝确实是大权独烂 但是由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要裹皇帝之手 那么大的工作量也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那这时皇帝可以依靠谁呢 只有宦官 这个时候明大宦官便不可避免地扮演起两种角色 第一是皇帝的帮手 帮皇帝处理政务 第二是皇帝的知心人 帮皇帝疏解情绪 我们知道宦官还有个别称 叫做太监 其实最初只有高级宦官才能获得太监的称谓 明大的宦官 按所负责的内容可以分为十二件四司八局 合称为二十四衙门 部门负责人便是太监 宦官所在的部门中 最重要的便是负责文字工作的私礼件 受皇帝宠幸的宦官可以代替皇帝写批文 皇帝有的时候甚至都不过目确认 那这些宦官的权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了 这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郑德皇帝整日在外游荡 嘉靖皇帝二十年不上朝 天启皇帝从早到晚宅在房间里古倒木工 最高决策却依然能够持续下达 朝廷却依然能够照常的运转 那既然宦官的权力这么大 为什么明代没有出现像汉代唐代那样随意费力皇帝的事情呢 作者认为明代的宦官具有秘书属性 他们只是借着皇帝的权力处理一些零碎的事情 权力并没有真正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也就是说只有得到皇帝宠信的个别人才能得势 那反过来失去宠信也就意味着失势 所以明代不可能发生费力皇帝弑君造反之类的事情 到这儿啊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我们把侧净政治当作一块滤镜 重新认识了宦官这个群体 侧净政治有什么特征呢 空间距离的差距即是侧净者权力的差距 简单说呢 就是离皇帝的空间距离越近 那他的权力就会越大 在古代 皇帝位于金字塔的顶尖位置 他为了维持统治 保持神秘性和神圣性 便需要特殊的工具 把自己和普通人隔开 这种特殊的工具便是宦官 从宦官个人角度来说 宦官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身体上是残缺的 而且来源也是非正规的途径 或是战俘罪犯 或是被贩卖被陪嫁而来 或者是通过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 来换取接近统治者的机会 因为宦官的特殊性和工具性 他们便无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从宦官与王朝政治的关系上讲 宦官是皇帝最体贴的仆人 最忠诚的帮手 所以皇帝很愿意把自己的权力 分享给宦官 来协助自己对付朝臣和外戚 但权力一旦分享 就会造成很多麻烦 在汉代 宦官加入士族与外戚的权力斗争 造成了朝局动荡 在唐代 宦官借助傀儡制传统 甚至能够左右皇帝的费力 在明代 皇帝专制登上巅峰 宦官以秘书身份 狐家虎卫 因此出现了许多被后人诟病的 祸国全焉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